试一下,就是502跟504 最大的差别是怎么样 它一个是 就是x乘y 一个是什么呢 x乘乘y 乘乘y意思就是说 x的几次方的意思 所以如果14的三次方的话 那当然就乘乘,其他层次都没改 就把层次贴过来 然后你输入什么 14的三次方 得到的结果 22其实没问题 OK 所以其实502跟504 其实呢 相似地方 完全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把 这个层 改成层层 其他都一样 所以502、504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那后面的506、508、510 我觉得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比如说什么 它考什么 50 这个506的话就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有点像复习国中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就了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好像没有提 提供一些参考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 记得那个什么呢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的话 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的话 b平方减4的一席 这个可能你要把那个 一元二次方程式 可能那个公式 可能还要记一下 因为我记得它 事卷里面没有跟你讲一元二次方程式 这个506的公式 这个506我觉得有点麻烦 然后再来508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考这个所谓的 最大公因数 输入一个词 输入两个词 求他们之间的最大公因数是多少 两个数字 最大公因数 OK 这有点难度了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一题 还考废斯数列 OK 废斯数列 你可以Google一下 其实重点就是 比如说我输入10 你就要产生从0开始 然后呢 所谓的废斯数列 你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吗 它的下一个数字 就是前两个数字的加总 有没有 01 就产生1 然后呢 11 就产生2 12就产生3 因为这两个加总 23就产生5 有没有 然后呢 35产生8 有没有发现 废斯数列就是 前 这个后面的这个数字 就是前一个数字 前两个数字的加总 一定从01开始 两个数字的加总 两个数字的加总 如果你要10的话 就是产生 如果加总加总之后到第10 的数字是多少 把它这个数列 他之前是 有一个故事啦 把你们Google一下 这好像是意大利的那个数学家 然后就是算来说兔子好了 比如我今天买一只兔子 然后呢 多久之后会有第二只兔子 多久之后会 因为两只两只会 再生两只嘛 两只两 他在生 反正一直往下繁衍 最后的话呢 多久之后呢 会有多少只兔子出来 当然这只是一个公式啊 不见得 跟真实情况是相符 因为 兔子总会 生病吧 OK 就跟人一样嘛 两个两个 比如说 一定会产生另外两个出来吗 你的小孩会再生两个小孩出来吗 不见得吧 好像台湾现在很多也不一定 要生小孩嘛 对 听到很多 好像养狗的比较多吧 OK 不见得会一直繁衍 这只是一个废字数列 所以回去 怎么去计算 怎么样把 输入10 Return结果告诉 OK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第五类部分 那也许第五类做完 也许我们就来看 第六类 我刚刚讲 那个串列非常重要 所以至少 第六类 也许后面有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再把第六类稍微讲一下 OK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 不然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 先把第五类讲完 也许有时间再来看第六类吧 或者说你们有一些 其他 题目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也许可以拿出来再讲一讲 OK Isa 视频 高低 下面 塔 视频 不好 西 风 涯